深刻的印象 踏着六次 温家宝总理一行 风尘涂涂 赶到通江县城 尽管已是万家灯火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 四川省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座谈会 在厅局省委书记张学忠 八中市委书记杨安民等领导 关于开展先教活动情况的汇报后 温家宝总理做了重要讲话 四月二十四日上 春光明媚 春意暗淡 温家宝总理来到通江县 水利局 民政局 卫生局 调研 开展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 通江县水利局有五个党支部 有党员83名 自开展先教活动以来 都应查百问题 亲情服务三农